全球排名前10的城市 未来5年10年20年肯定会迎来洗牌的 那么现在这种全球形势很明显是在加速演进 至于具体什么方向还是有一些飘忽 虽然说大致的方向肯定是我们东升西降 那至于现在或者过去5年10年20年的时间 谁是全球排名前10的城市 其实是有争议 西方有一些榜单 我觉得是太偏向于五眼联盟他们自己 比如他们把多伦多包括墨尔本 这已经是世界边缘的一些城市 这个话说的有点 但其实它是应酬上来的 比如说大家觉得迪拜跟首尔 跟多伦多和墨尔本比怎么样 那你肯定是感情因素是在里面的 因为首尔是东方的也是一个大城市 那中东人民已经很难了 如果说从影响力上来讲 我们都不给这里增一个颜色的话 把这个名额就给到什么多伦多 给到墨尔本 那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所以影响力这一点 其实西方还是很支持的 但是我们说前面几个大城市 应该说不管谁排这个榜单 排名前10都差不多 比如说纽约 对吧 上海 我觉得上海排第二应该没问题 对吧 东京 北京 巴黎 伦敦 新加坡香港这些 我想七八个城市 大家意见不会很大 但是这后面就可能会有一些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那么我想有一些城市 可能未来是撑不住了 比如说首尔 对吧 我们看到韩国经济 其实这两年 无论是战略性产业 包括说它的汇率 包括说它的股票市场 在整个西方世界表现都是非常糟糕的 可以说就是垫底 甚至我们今年三十月份预判还说它可能首先退出发达国家行列 对吧 这个人均收入打个七折八折 打个对折都是有可能的 就首尔这个城市像这房价这一年也跌了很多很多 而且还是它汇率跌了很多的情况下面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韩国它是没有什么产业的 它的产业基本上面跟我们高度重叠 而且成本比我们低很多比如说造产业半导体 半导体原来还是它这个觉得不错 美国不让它跟我们合作 它现在卖不出去 我们自己都起来了 那么还有像其他的汽车产业 这都是非常明显 这是支柱产业 对吧 未来的话 这不当然是股市会市楼市这些表面的 底层还是这些产业 它能不能做得起来 那么我觉得首尔的话 可能已经掉下来了 排名前10是不要想有机会的 甚至要跌出20出头 因为我们的城市其实很多 这个一线城市就四个 北山广深这些 如果它掉下来谁取代 我想我们的成都 这个也是东方城市 那么成都意味着更多的路权方向 首尔其实还是海边沿海的城市 至于什么因素 我做过多期沉吹的节目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香港这个位置过去几年也下滑较多 那其实香港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桥梁 很多在这里是纽带性的作用 但是中美现在这个关系大家看得出来 但是这个珠三角越港澳大湾区 这个整体上升的形式肯定是不会变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桥梁是往什么方向走 对吧 我想可能呢 这个深圳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可能会取代香港的位置 世界排名前十的城市 在我们珠三角这种发展势头下面 肯定是有一个位置的 对吧 肯定是有一个位置的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是城市群了 所以真正具体说起来 谁排在里面也差不了太多 反正珠三角有一个头 在这里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可能是新加坡 就它可能很好很好 也可能非常弱 咱们就举个例子 中泰潜在有一个运河 就是克拉运河 它可以在中南半岛这里拦腰把它给开通 截断 那一旦开通了 太平洋跟印度洋在此沟通之后 那么就可以彻底的绕过 这个南面的马六甲海峡跟新加坡 这里节省了1000多公里的这个航线 那这里建造的难度其实不大 另外新加坡目前依赖的是贸易 依赖的是事实上最近这20年 就是中国跟整个西方的贸易 包括说像他们的新华富士A50 它的期货市场 其实很多地方跟香港是比较重叠的 而它自己没有任何的战略众生 我们说的不仅仅是地缘上 说它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 这个方面 而是说它本身很多产业 没有太多的这种真正的支撑 它是来源于哪里呢 就是来源于国际形势 它就存在 像他之前做了很长时间的布局 强行要求一些企业 在他这里设计一些研发部门 那不是搞笑吗 很多公司研发人员 5万10万人 在他设立一个10个人的办公室 那些公司都是为了避税 西方很多高科技公司都是这样子 实际上意义并不大 那这里有个问题 如果新加坡下去了 谁能够上来 我想这难度很难判断 这我想留给一个最大的悬念 就是有什么样的新兴城市可以进来 因为刚才我们讲香港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的很确定 珠三角的上升势头是肯定在的 对吧 那么我们珠三角的制造业这么发达 肯定是有一个城市进来 如果香港的位置略有下滑的话 那么肯定也是深圳或者广州上来 那么我个人当然认识深圳大学 但是这新加坡不好说 它是既中又西 它是真是把干尸城走到了极致 对吧 那所以说它的不确定 那么谁能够上来 我们说新兴的城市 我想要把它画到一个排名50以外的一个城市 然后瞬间这样冲上来 那我觉得我们人类才有大希望 为什么 这不是很有活力吗 你能想象一下 就是深圳过去就是这样子的 40年的时间里面 一下就冲上来了 从一个渔村冲上来 那么未来的时候排名50开外的城市 如果有这样的活力那相当了不起 那还有一个迪拜 我们刚才说中东要给它一抹亮色 那么中东现在这个形势很有可能 它的整个利益会洗牌 比如说这阿联酋 沙特 卡塔尔这些国家 都是厂游的 那么他们实际上利益是比较固化的 对吧 那么这阿拉伯世界就是以迪拜为这个头 但是阿拉伯世界稳定性能不能在 如果下去了谁能够起来 还有就是伊斯兰世界也要有一个头 这里差不多 伊斯兰世界规模还大一些 接近20亿的人口 肯定会有一个大家都 就像去朝圣一样的 每一个族群都有一个地点 我想从前的角度来说 这可能伊斯兰布尔会是一个不错的 因为伊斯兰布尔 除了其他本身的立国 就是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是伊斯兰国家 这两个是强行把它绑在一块 过去发展了 其实也是很努力 但是还是有一些受限 如果中东现在这种局面恶化下去 有可能 这边就会迎来一个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想伊斯兰布尔取代迪拜 是有机会的 而且伊斯兰布尔它本身 在欧洲里面就号称是第一大城市 就是从人口的角度来说 它确实是 因为伦敦跟巴黎 包括说法国的 德国的法兰克福 这些包括汉堡 这些都不是很大 这规模人口上面是没有 那么所以说它本身底子还是有一定的 包括它历史上面 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的存在 当然这说到伊斯坦布尔能够成为取代迪拜的一个城市 我们当然也可以去想象 伊朗的德黑兰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我们聊天干嘛 把话题陷得那么死 所以这个是不确定的 未可知的 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这一个城市建起来要几十年的时间 那都没意思 其实城市在疯狂发展的过程 就是增量极大极扩张 加速度的过程的时候 还不当是速度 就预期一旦变好了时候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什么 加杠杆的时候 挣钱的时候 挣大钱的时候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展开想象力 那种日薄西山那种城市 人越来越少 哗了一下就走完了 很有可能的 像我们刚才说的首尔 对吧 那就是这个 你像这个 我们刚才说德黑兰 确实大家看到很多束缚 恰恰是这个样子 大家眼前才会一亮 我们讨论那么多 就不亮一下 那怎么有意思呢 你不觉得最近 我们说的科技停滞很多方面 包括这利益固化很多方面 就是因为什么很暗淡 你说起来 很多金光赏赏的跑车 飞机什么 那不是的 那是落幕 那是上个世代 就走到顶峰了 接下来都是下坡路了 对吧 但是有一些地方不是的 那是积极向上 还有一些也潜在有变动压力的 就像伦敦 像巴黎 确实有一定下滑的压力 但整体上来说 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几个城市 确实面对排名更靠前的 像纽约 东京 北京 上海 巴黎 这些很明显 这几个是更难得变动的 因为这发展体量实在是太庞大了 像纽约 像我们的上海 对吧 这是不会动的 那么可预见的是不会有任何变动的情况 这个短片我们就聊到这 好了 对吧